嗨 大家好 我是当当 最近我在写《陈建日记》的时候 在思考这么一件事 有很多大佬他们早起是出了名的 比如3点45起床的Tim Cook 4点起床的王建林 4点半起床的Michelle Obama 那网上现在也有很多自律的博主 五六点就起床了 就连刷朋友圈的时候 有些小伙伴都能在上班前先去健身一小时 古老的谚语也在告诉我们 一日之际在于晨 让我不禁的产生一些疑惑 像我这种早上起不来的人 是不是就废了 这段时间我早上九点起床 晚上尽量12点前睡觉 起床的时候不注意太痛苦 白天也不注意太困 白天偶尔还要去处理一些紧急的事情 比如喷嚏打不停 必须去挂急诊的猫 大复盘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对这段时间的表现还挺满意的 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该读的书也没落下 内容产出也挺规律的 心态都变好了 如果要打分的话 我起码能给自己打90分 那到底是不是早起才是高校跟自律呢 我顿悟了 其实啊 时间管理的真相呢 不是几点起床 几点睡觉 几点到几点必须干什么 具体说来呢 是这三点 第一点 对时间的感知 对时间的感知呢 就是你知道自己有多少时间可以用 更是要知道自己做完一件事情 需要多久的时间 知道自己有多少时间可以用 就相当于知道自己有多少子弹可以打嘛 这一步是不难的 只要对自己足够诚实就好了 比如那今天临时有突发情况 早上呢 外出办事 那早上就没有时间可以用了 下午开始学习或工作之前呢 就可以盘点一下今天还有多少时间 一点到六点 这段时间是一个大块的时间 吃过晚饭之后呢 七点到八点半又是一段可用的时间 一段时间扣掉 睡前呢还有两个小时 那么今天可用的时间就还有八点五个小时啦 那么接下来 知道自己做一件事情要多久 这件事情并不是很容易 在与时间做朋友这本书里呢 李小兰有提过一个概念 叫做估算时间 在估算时间之下呢 我们要先判断 对这件事情的熟悉程度 对于熟悉的事啊 我们就可以根据过去的经验 给他一个估计 那对于一件新鲜事来说呢 我们确实也没有什么强有力的依据 而且根据侯士达法则呢 做一件事情实际花费的时间 一定会比预计花费的时间长 即使在计划的时候 有考虑到这一个法则 那不妨我们就先按照自己的感觉 给他安排一个时间嘛 反正做完了之后还要再复盘嘛 所以考虑到这些不确定的事情 还有可能铺发的情况呢 我们在做时间规划的时候 一定不能安排的太满哟 那这里呢 有一个办法 是可以帮助提升时间感知能力的 就是记录 记录一下每天发生的事情 和它的起始时间 我保证 你可以发现很多惊人的秘密哦 那第二点呢 就是分辨轻重缓急的能力 这个能力啊 可不仅是对于时间管理非常重要 它简直就是我们解决 人生大小事的关键能力 我想分享两个 无视时间管理领域的例子 我们初中的时候呢 有一个教教成绩 非常好的物理老师 他的口头禅 就是一切为目的服务 那另一个呢 是我大学的时候 一个专业课的教授 他告诉我们 这门课的核心就是 利用资源实现目标 这句话啊 到现在都还会出现在 我大学同学的朋友圈里 可见他对我们的人生 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嘛 没错 这个目的或者是目标 就是分辨轻重缓急的关键 为目标服务 对目标有益 让我们离目标更近的事情 就是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优先做的事情 那时间四项见法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 把每一个任务 分配到对应的项线 来判断 它的重要紧急程度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我们当然是要优先 做重要的事情 确切地说呢 是第二项线 重要不紧急的事情 那我相信 有了以上两个基础呢 根据一个简单的排列组合 就可以做出一份 灵活有效的日计划了 到时候也就可以判断 到底是应该放弃 今天追大结局呢 还是某个任务 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了 那第三点呢 就是提升单位时间的产出 这个单位时间的产出啊 其实就是所谓的效率 或者是说生产力 提升效率啊 能帮助我们用同样的时间 发挥更大的效能 如果能提前完成重要的事情 腾出一些时间 给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也是很好的呀 那这里呢 我有两个观点 第一个是 到底是应该一次做一件事呢 还是一次做几件事呢 我先分享一个数据 有2%的人呢 是可以高效的同时处理多个任务 剩下98%的人呢 处理多个任务的时候 会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花费在被打断上 或者是每10分钟 就会分心一次 这里并不是说 大部分的人呢 都不能多共处理 而是说不能高效的多共处理 那如果一边写作 一边播个清音乐 或者一边跑步 一边听个podcast 听起来都是不错的选择 这是为什么呢 在思考快语卖这本书呢 作者就有提到 人的大脑啊 有两个系统 那系统一的运行呢 是无意识的 不太需要花费脑力 就可以自动的运转 但是系统二呢 是需要我们有意识的 专注的 是需要花费大量脑力的 听音乐和跑步呢 已经变成了 可以自动化的事情 不太需要花费脑力 也能维持这个状态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脑力 花费在写作啊 听播客 这些需要思考的事情上 但如果同时 做的是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一边写作 一边跟客户谈商业合作 这种情况呢 对大多数的人来讲 一个处理完了 再去处理另外一个 会更加有效率 那另一个要分享的呢 就是复盘优化 我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嘛 一定会持续的成长 学习 做一个接着一个的重要的事情 那这些重要的事情 一定都不会太容易 当我们做一件新鲜事的时候呢 摸着石头过河 基本就是我们唯一的办法了 那这个时候呢 事情的结果 并不是最宝贵的生活 过程才是 我们可以通过复盘 来知道自己在这个过程中 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改进的 什么地方是可以继续保持的 反复实践复盘 再实践再复盘 这样呢 我们的能力和经验都会提升 那效率提高呢 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了 那今天的时间管理的分享 如果对你有帮助 记得给我点个赞呀 那下周呢 我会分享自己 关于时间管理的方法 可以先关注我哟 我是当当 我们一起成长吧